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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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早安 咦? 為什麼不一樣呢? 亞電龍牧師和奈太師母 他們去了舞堂參加 新的夫妻營 叫B型夫妻營 之前是比翼雙飛 現在是一個安住人的B型去辦 所以他們這幾天就不在當中 今天就由我分享 上個星期剛剛完了這個路加風 路加福音 我們今天來到詩編第七篇 詩編第七篇一開始就是 大衛指著便雅敏人古實的話 向夜和話唱的流離歌 這就是整首詩的heading 帶下來的 這首詩我們看到很多提到公義 一開始就說 大衛指著便雅敏人古實的話 其實便雅敏人古實的話 如果看回聖經 都不太清楚他是哪位 但是我們知道 在大衛的時候 他的王 蘇羅王 就是便雅敏人 如果我們要查一些資料 如果我們要查一些資料 如果我們要查看《撒母爾記上》 我們要查看《撒母爾記上》 不亲手害他 在第九节 二十四章九节 三号书记上就说 大卫都虽罗说 你为何听信人的残言 说大卫想要害你呢 你今日亲眼看见在洞中 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 有人叫我杀你 我却外食离说 我不敢亲手害我的主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所以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 这个变雅猛人古实的话 都是在当时 他是有份去残榜大卫 所以大概的背景是这样 因为他被人诬告的时候 大卫就向神唱这首流离歌 流离歌这个谱 如果听过名字 流离就是一个不稳定的 所以大概知道 这个旋律是比较随意的 不是一个很框框的旋律里面 他与神表达他内心想说的东西 在这首诗里面 我们看到分开了有十七节 我们可以中间把它分段 一到二节是一段 三到五节是另一段 第五节之后有一个细拉 一个过场的位置 然后六到九节是一段 最后十到十七节可以是一段 或者十到十六节是一段 十七节是另一段也可以 一开始就是说 耶稣说我的神 我投靠你 其实如果我们看整篇诗 有五个公义这个字出来 我们看他的strong number 都会知道 他大概有五个公义 公义公义 所以如果我给他题目 就是说公义的神救我 这是全篇的一个主题 耶稣说我的神 神我投靠你 什么是投靠呢? 就是我将我的人交给你 我将自己交给你 你看着我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为什么一开始就说 神我投靠你 面对的什么问题呢? 私人一开始第一节就说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 将我救拔出来 有人去追赶他 求神去救他 状况是怎么样呢? 第二节呢 私人更多的去形容他被追赶 是什么的追赶 是好像被狮子追赶一样 如果我们看那些纪录片 你就会看到大森林的大自然里面 草地里面 这个非洲草原上面 那些狮子如何追赶他的猎物 那个场景就是大卫当时的感觉被追赶的状况 他们将狮子追赶 我甚至撕裂 撕裂不得止 还说甚至撕碎 恐怕他们 好像狮子撕裂我 甚至撕碎 无人答救 无人救我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 私人就说 我的神我投靠你 因为我被人追赶 追赶的情况就好像被狮子追裂物那样追赶 甚至会被他撕裂撕碎 无人救我 所以神你救我 你救我 是一个非常诚慈逼切的一首诗 第二小段里面就是 耶和说我的神 我若行了这事 接下来有几个我若我若我若 就是说 如果我这样做了 我这样做了 我这样做了 我做了什么呢 如果我做了这些事 如果有罪业在我手里面 如果我以恶报那些与我交好的人 交好的人也可以解释是盟友 如果我这样对我的盟友 第四节里面说 连那无辜与我为敌的 我也救了他 无辜与我为敌的 我也救了他 有一些圣经版本就是说 如果我无辜劫略和我为敌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这个字 它现在这个旧字 它的原文 其实是没有说劫略的意思 所以也有一个解释 就是说 如果我搭救我盟友的敌人 那些与我之间没有关系 但是它是我盟友的敌人 如果我去搭救他 所以就是说 我也没有去搭救我盟友的敌人 因为在古时候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盟友的敌人 就是我的敌人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也是整个私人的立场 为什么他可以叫神去搭救他 如果大家记得 在《创世记》十二章 当耶和华对阿伯兰祝福的时候 十二章三章 神跟阿伯兰说 所以在盟友的里面 你的敌人都是神的敌人 这个就是大卫的基础 为什么可以求神去帮他 所以同样在盟友的里面 如果我救我盟友的敌人 我都是背约的 另外有一节经文 可以给大家参考的 是在出埃及记 二十三章二十二节 神是同意识人的说 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 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 我就向你的仇敌作仇敌 向你的敌人作敌人 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 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 我就向你的仇敌作仇敌 向你的敌人作敌人 这个就是整件事的ground 所以他意思就是和神说 神我没有做过 那些人这样误告我的事 如果有罪业在我手里面 如果我以恶报我的盟友 或者我救我盟友的敌人 就任憑受敌追赶我 直到追上 如果我真的这样做的话 好了 我现在就是活该的 我现在就是活该的 就任憑他们这样对我 就任憑他们追赶我 直到他们追上我 把我的生命搭在地下 使我的荣耀归于尘土 这个是一个好 我真的没有这样做 如果我真的这样做 这个很俗的这样说句 就是广东话就说 我没有一个不得好死 如果我真的这样 我抵得他这样做 这个是诗人跟神说 为什么神你要答够我 因为我无辜 这个也是他的 有一个弱速性的誓词 神灯 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 我都抵得他这样去追赶我 甚至乎我的生命被搭在地下 我的荣耀归于尘土 我都真的没有好的下场 这个是诗人 将自己的状况 向神去陈明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为什么诗人可以这样 跟神求呢 因为他确实没有这样做过 所以他求公义的神去救他 因为对他来说 我都没有这样做 所以他就可以有个这样 这么坦诚的同神说 所以接下来 第六节 耶和话求你在路中起来 挺身而立 抵挡我敌人的暴露 耶和话求你在路中起来 挺身而立 抵挡我敌人的暴露 求你为我兴起 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 大家看到这里里面 有三个都是起来 起来 求你在路中起来 挺身而立 求你为我兴起 很情辞逼切地 神你起来 你采取行动 你为我兴起 抵挡我敌人的暴露 刚才所说的 诗人是被这样去追赶 好像狮子一样 他要被撕裂的时候 神你起来 你为我起来 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 愿众民的会环绕你 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 说的就是 诗人认识到 神是那个审判者 不单止是他的个案 还是众民的个案 神也是那个施行审判的人 所以可以说 你是审判那位 你起来 你就去坐在你的高位 坐在你的审判座位上面 你为我去伸张正义 求神在当中去裁决 去采取行动 看见到在当中 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 这个都是他认识到 神在世上 我们知道很难说有真正的公义 很多时候都会觉得 有冤无路数 不知道怎么说 我读这篇诗篇的时候 我不知为什么 我回想起 我很小的时候 这个诗篇有十七篇 我印象中 我好像大过七岁 我记得我英文测验 我写字的时候 当时斑马牌原子笔 偶然会漏墨水 我现在很久没有这么经历过 就是那篇诗篇有墨水 我填的答案的时候 我很记得 我一填下去 就有滴很大的墨水 那我就写了 之后 我派一张测验卷给我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答案是对的 但是老师就说我错 所以我就拿着这份测验卷 跟英文老师说 就是说我这个是对的 我记得当时的老师 他的眼镜下面 这个下半节 有一个放大镜 就是那些当年的老花镜 他就细心看我的测验卷 看完 为什么我现在很有感觉 他看着就说 你这个我看着的 我这个眼镜有放大镜 这个墨水是写下来的 所以是你现在改上去的 我的感觉 我不单只不能够讨回公道 我还会让他冤枉我 去造假 为什么我现在很有感觉 所以其实在很多的状况里面 今天我所说的就是我七岁的时候发生的事 你和我在人生里面 很多的状况 你会觉得有冤无路数 根本都不是这样 当然我相信我老师不是故意陷害我 但是在私人的这个状况里面 在大卫和素罗之间 我们知道整个状况 他都是很被冤枉的时候 他很有冤无路数的时候 他可以怎么做呢 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今天都教神的话 帮助你和我 人生一定会遇到被冤枉 被诬告 甚至乎 去到大卫这样 是被人追港 甚至好像狮子那样被人撕裂 在当中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呢 私人的出路就是去仰望这个审判的神 公义安公义审判的神 他说求你为我兴起 求你在路中起来 挺身而立 求你为我兴起 三个起来起来起来 神你采取行动 因为你是那个向众文施行审判的神 你为我伸张正义 因为在你里面 你可以宣告无辜的人是无罪 接下来他继续 耶和华第八节 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 这个我们看到公义 在经文里面出来 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 是不是私人就是我完全没有罪呢 不是 而是相对于他被误告的事 我是没有做过的 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 为什么他可以叫神伸张公义呢 是因为他知道我真的没有这么做过 他向神去求 愿恶人的恶断绝 让这些恶知识 愿你坚立疑人 因为公义的神 策验人的心肠肺腑 这个愿你建立义人 这个义和因为公义的神 这个公义 这两个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都是说公义 你建立义人 因为公义的神 策验人的心肠肺腑 第九节 公义的神 策验人的心肠肺腑 是整个诗篇7里面一个立足点 为什么诗人可以向神求呢 因为神啊 你知道我的心 神啊 你知道我的心 因为公义的神 策验人的心肠肺腑 神是我的盾牌 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 心里正直 心呢 你很难告诉别人 说不到 一刹那你怎么告诉别人呢 不要紧 神知道 神策验人 心肠肺腑 他拯救 神拯救 心里正直的人 所以他说 神是我的盾牌 神是我真正的保障 诗人将这个冤枉 他不是说他以恶报恶 刚才说了 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 在阿道兰洞 他遇到扫罗的时候 他不是要伸手 自己去伸怨 他向神 我被人这样诬告 我被人这样追港 但是神 你是公义 神你察验 我的心肠肺腑 因为你是我的盾牌 你是拯救 心里正直的人 这个是诗人的信念 他都会这样 在这个诗歌里面 他会这样宣告出来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再来 公义 神你按我的公义 我心中的纯正 判断我 愿恶人的恶断绝 愿你 建立疑人 因为公义的神 测验人的心肠肺腑 这里再来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一路一路 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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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是公义 既然你测验人的心肠肺腑 因此 我的目光转向你 因此我的心 对准你 我全人来投靠你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求神为公义 去征土这些恶人 有时天天向恶人 发露的神 如果大家看清 那个圣经 向恶人 是什么的 所以原文是没有恶人 这个字 是天天发露的神 天天发露 所说的就是 天天就是神经常的 他不是来来都不出声的 神是会时常 发露的神是他发出判决 神会为公义 去征土恶人 去发出他的判决 所以这个 之前是 私人面对神的对话 去到第十节开始 这个就是 私人对神的信念 神是我的囤牌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是天天向恶人发露的神 是为公义征土恶人的神 若有人不回头 神会怎么做呢 神的刀必磨快 功必尚原 预备妥当 他都预备杀人的器械 他所射的是火箭 这个火箭 我们知道了 是那支箭有火的 是用来当时 打仗的时候用去杀敌 在箭里面有火头 所以射下去就会烧着 那个目标 神是会出手的 这个是私人的信念 其实当私人被冤枉 被这样的敌人追赶的时候 他里面有很多 谁可以救我呢 这里在第二节里面 没有人答救的时候 他宣告他所认识的神 是一个点的神 他所认识的神 是公义的审判者 他所认识的神 是常常发出判决的神 是为公义征土恶人的神 当人不回头 神一定出手的 神一定出手的 这个是私人里面 对神的认识 还有在这个状况里面 他对神 对他的信念的宣告 事顾恶人 因奸恶而渠劳 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虚假 这里见到了 恶人的本质是什么呢 因奸恶而渠劳 怀的是毒害 生的是虚假 他就好像用妇女 一个怀孕生产的比喻一样 所以可以另外一个译法 可以说 恶人所怀孕的人 怀孕的人是奸恶 怀胎的是毒害 所生产出来的是虚假 这个是恶人的本质 这个是恶人的本质 是奸诈的 是虚荒的 这个是恶人所做的事 他挖了坑又挖心了 他就好像暴 刚才所说的 狮子追赶这个猎物一样 他就好像将这个暴寿器 这个暴寿的坑 这个陷阱挖了 又挖心了 这个是他的奸恶 毒害和虚假 坏出来 这个B型带出来的doing 就是挖坑 挖心 他实际行动出来的状况 这个是他所见到 在他眼前 他所经历恶人的状况 但是他说 恶人的做法 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 最后结果会是怎样呢 诗人相信最后 他会跌在自己所挖的井里面 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 这个临到他自己的头上的原文 这个return这个原文 就等于第十二节 若有人不回头 这个return是同一个字 所以当恶人不去回转的时候 他手所做的 这个奸恶 就会回到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必落在他自己的脑袋上 他所做的必会自取其辱 自食其果 这个是诗人的信念 其实当时 可能这些事还没发生 但是他告诉神听 神你救我 我来求靠你 神啊 我因为你是公义的神 因为你是为公义征土恶人的神 恶人必会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对诗人来说 他的选择是什么呢 他不是自己去征土他的恶人 他心目中的恶人 他不是去 怎么去对付 素罗 他是不出手 他等神 他相信神的公义 他相信那些误告他的 这些阿敏人 古实的话 在素罗身边这些人 他误告他的人 这些说话 他不是自己去报复 他是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神 他相信如果人不回头 结果 这个恶都会临到他自己的头上 说到若有人不回头 大家都可能知道坊间有本书 就叫做 突然间忘记了我的名字 审判 OK 不要紧 一本书就是说天上法庭 在天上法庭的里面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面对我在地上的不公义 其实在当中 很重要天上法庭教我们的 就是为自己去认罪 去回头 很叫我们在被保守那边 就等于大祭司若孙 他面对仇敌的攻击的误告 或者是去控告 撒旦的控告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能够做 但是他可以的 就是回头去认罪 所以当我们知道 今天你和我怎么去应用这件事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不去以恶报恶 我们将神认定他 我们去寻求他之外 其实我们都要去检视自己 是不是好像私人一样 在一切的事情上面 在一切的细节上面 我都可以是公义的呢 我都是同样是没有 我是纯正的呢 我可以求神 我我的公义 和我心中的纯正 来判断我的呢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当我们不去回头的时候 这个毒害临到自己的头上 强暴落在自己的脑袋上 我们知道 恶人是这样了 我们自己如何去面对自己的事呢 我们知道人没有完全的 所以 这个也是自己的一个检视 一个的警醒 这个诗篇最后了 十七节 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 清借他 歌颂耶和华 至高者的名 这里再一次提到公义 他相信 神的公义的时候 去到这里了 恶人都可以 自取其辱 自食其果的时候 他相信 神是 公义 必然会这样去实行出来 所以他是 上线佛恶的神的时候 私人就可以很开心 去清借他 去歌颂耶和华 至高者的名 耶和华 至高者的名 这个至高者 跟第七节 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 都一样 神在高位去做审判 所以 我们在当中 知道神起来 按公义审判 上线佛恶的时候 他都可以同样去歌颂神 大家知道吗 这个诗篇七篇 是在意识列 一个节旗的里面 是会重唱的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 这个节旗就是普尔节 就是在以诗贴记的背景里面 当以色列民 他们被 这样 敌人 想去灭族 带来整个的和害的时候 最后 敌人 自食其果 所以当中 也都成为 以色列人 在普尔节 唱的一首诗篇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都去 检视自己 我们要承认 其实很多事情上 我们不是真的 都这么有公义 和这么有纯正 我们求神 去帮助我们 我们自己都去回转 而在一切被冤枉 被误告的里面 我们去仰望我们的神 因为祂是公义的神 也会说 公义的神 祢来救我 我们相信 神必在当中 作出公义的判决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用这首诗歌 来回应 来赞美它 哈利利亚 今天 Beraka 全都说到 耶稣是公义的神 耶稣是 在冤屈里面 有盼望的神 我们来用这首诗歌 来赞美我们的神 让我们在神里面 我们有我们的出路 耶稣 我们多谢赞美你 我宣告 我们的盼望 就在耶稣之独里 在你里面 满有平衡 生命全远 就在耶稣之独里 有主在我里面 我宣告 我宣告 我身高在我里面 你 必是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输这世界 我告知耶稣的名 我身高在我里面 有 我身高在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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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 赞美 我们再宣告 我的盼望 就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盼望 就在耶稣之独里 在你里面 满有平衡 生命全远 就在耶稣之独里 有主在我里面 我宣告 我宣告 在我里面 你 必是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输这世界 我告知耶稣的名 我宣告 在我里面 有 我身高在我里面 有 我身高在我里面 有 我身高在我里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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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爱得生忧郁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 必须像一切更有难的 我不说这世间我高居耶稣的命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 我宣用了万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 我在我勇敢赞你 宣告有耶稣 有耶稣在我里面 我在我勇敢赞你 有耶稣在我里面 我在我勇敢赞你 耶稣在你里面 我们能够勇敢赞立 在你里面你才是我们的力量 无论我们过往遇到多少不公平 我们遇到多少人对我们的误解 但是有神 因为有神 所以我们能够为你去坚持 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着力量 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诗歌 是我们的团牌 也说你多谢赞美你 我们的诗歌 我的诗歌 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难 终水世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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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靠你必不动摇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难说 我的盼望是在用你 我们宣告神是我的力量 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抬 千古不是 我心靠你必不动摇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忍受 我的盼望是在用你 我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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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难 终水世的帮助 终水世的帮助 终三尘要围绕 耶路撒冷 祝你是我心靠你必不动摇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抬 祝你是我高抬 我的盼望是在用你 祝你是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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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好没有这一刻我们开声为自己祷告 今天这个认定在不在我们的里面呢 在不在我们的里面呢 在不在我们的里面呢 神是不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拯救呢 好没有我们开声 开声来为自己祷告 在用祷告来坚定我们自己 无论什么的环境 神依然在这里 祂是復活的主 祂仍然在我们的里面 仍然在我们的当中 主我们来认定你 是呀主 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是我们的力量 无论我们如今环境怎么样 我们经历怎么样 我们面对的情形是多么艰难 我们是被人冤屈到多么痛苦 神啊你是我们的神 神啊你没有离开我们 你仍然活着在我们的身边 你没有离开 你仍然在我们的当中 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听到神话 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 在面对职场的时候 就正正好像大胃当日的状况一样 不单止在职场 可能面对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里面 都好像大胃当日的状况一样 被误告 被误解 甚至乎在职场的里面 同时不喜欢 我们上司也都不喜欢我们 每一天上班 每一天去到自己所属的环境 都被孤立 心里面觉得很痛苦 心里面觉得 主啊 为什么我走到今天的境况呢 为什么好像我说一句说话 或者我做任何的东西 在同事的眼中 在上司的眼中 都是不好的呢 甚至乎 成年提醒我们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 已经去到被攻击 被冤屈 明明那些事情没有这样做到的 但是整个的环境 所有的舆论流言飞语都在我说 是呀 他有这样做 在一个冤屈受负的当中 如果一个是你的 我听到神话是指 我今天要让你看见我 在这个冤屈的里面 要如大卫一样 看见我 好不好 我想请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安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在家中的 可以找一个地方 安静坐下来 大卫在被这些变雅一闻 人古实人去到话的时候 被苏罗冤屈的时候 大卫来寻求神 大卫不选择 面对这些声音 他却是选择单单面对神 大卫向神说 耶和华 我的神 我投靠你 我不再看着这些留言 不再看着这些的攻击说话 这些的攻击行动 来到法院言法文 他选择 回转 跟神说 耶和华 我的神 我投靠你 好不好 今天我们都回转 我们都选择 望向我们的神 我见到我的神 正正站在我们的大兄姊妹面前 神一直在这儿等 跟我们说 无论什么的环境 无论什么的境况 我在这儿 我都知道 我都看见 别人冤枉你 冤枉你 冤枉你 甚至用最毒的说话指向你 我都知道 我听到神说 是指 转念 回转 望向我 将苦 掃给我听 不是自己在心里面闷屈 我听到神对我们说 是指 是你每一个 心里面 很痛苦 交战的夜晚 甚至 想起人家 这样对你 冤枉你的说话 以至你 整晚失眠 睡不到的日子 你心里面的痛苦 我听到神 我都在你身边 我正等着你向我掃雪 不要再定睛在那些人的身上 你定睁在我的身上 你定睁在我的身上 你 把你的冤屈 把你的苦情 向我掃雪 好吗 好吗 弟兄姊妹 神正正在我们的身边 好吗 这一刻我们开声 把我们的冤屈 跟神说 在人际关系上面 有什么 我们是被冤屈的 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是我们的自己的好友 我们的朋友 甚至可能是我们的祖缘 冤枉我们的声音 我们公司的里面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权柄 我们的上司 我们的老板 会不会正正 我们就面对着冤枉 被误解 将这一份的冤枉 将这一份的辛苦 我们跟神掃雪 就好像大胃一样 以下是我们跟神的时间 我们与见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主要我们正经历 很多很多的冤枉 很多很多的不明白 为什么人要这样对我们 有很多的话语 甚至都不敢 跟人去申诉 因为怕越描越黑 觉得工作都没用 但是主要 多谢你愿意听 多谢你愿意在我们身边去听 多谢你给我们 知道我们可以投靠你 你是我的神 无论我什么的景况 什么的环境 我都可以投靠你 我可以向你申诉 你是明白我 接纳我 我看到耶稣正将开双手在我们的面前 我听到耶稣和我们每一个说 是指你我的里面 你委屈了 你辛苦了 是指你我的里面 我要用爱来包围你 我要用我最强而有力的手 把力量交给你 我们享受在神的怀中 支取这份的力量 同一时间的 大卫选择投靠神 就在那一刻 大卫选择 去反省自己 当他面对面 见到神的时候 大卫思想 究竟我有没有得罪主你 在这个的 我现在的被困的环境里面 我有没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以致我经历这些的冤枉呢 我经历这些的追杀呢 好吗 这一刻我们都在耶稣的怀抱的当中 我们来到省察自己 我是不是可以面对面 同神交仗呢 耶稣 你是我的眼前 你最清楚我 你知道我的心 你明白我每一个思想 神啊 我现在来到你的面前 我来反省 在我的当中 我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们真是不如大胃 因为有很多事 在这些冤屈的里面 我们都选择过就马 我们都选择过 去批评论断对方 甚至其实在这些相处里面 我自己都有做得不可当的地方 好吗 这一刻我们跟耶稣说 去省察自己 去省察自己 圣灵以下临到我们的里面 帮助我们 去省察自己 在这些关系里面 在这些环境过当中 我有没有已经不合神心意的地方 我是不是真的可以 和神说 耶和华啊 求你按我的公义 和我心中的信正判断我 圣灵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检视我们的心 我顺正吗 在这些经历过程里面 被冤屈被冤枉的当中 我的心是不是持续去顺正呢 圣灵以下光照我们 如果有做得不妥的地方 神啊 求你用你的公义 省察我 求你用你的公义 光照我 知道我的问题 知道我的问题 主也好 叫我们相信 神啊 你是个位公义的主 我不为我自己伸冤 因为我相信 你才是 那位最大的公义的那位 我们都犯罪了 我们自己都不顺正了 我们可以凭什么 自己去伸冤 主也帮助我们 将伸冤的权交给你 主我们就越大胃一样 愿意等候你的审判 愿意等候你的公义 愿意等候 你向这些恶人发怒 主也我们愿意 将以一个伸冤的权交给神的当中 好吗 弟兄姊妹 我们开声 开声去为自己祷告 亦都是向神的一个祷告 同神说 神啊 我经历过不冤枉 我经历过被人陷害 但神啊 我今天决定 将这个审判权交在你的里面 我等候你 主也我在你的里面 我要做一个信正的人 我自己不起来审判 我不不起来欲骂 我不不起来批评论断 主也我就将这个审判权 等候 交在你的手的当中 你为我伸冤 主也你为我伸冤 最后好吗 我想请定一姐妹 我们一起起床 我们去为香港来祷告 在香港的里面 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 一份等候神的心 我们香港人 是很快的 很喜欢 所有东西都要快的 以至我们说话快 我们行动都快 甚至很多的东西 我们都会用自己的行动力 去争取 不过 在今章圣经里面 大卫 其实那一刻已经很有力 去将曙罗撒走 但是大卫愿意我投靠神 大卫愿意审判自己 大卫愿意等候神的审判 好吗 我们为香港吐告 让香港人都认识 这一位公义的主 让香港人都愿意 去等候这个公义的主 而不是用自己的血气 而是认识神 投靠神 香港要再一次成为 东方之珠 神所喜悦的圣 是因为我们愿意投靠神 我们为香港投靠神 来到投靠神 宸子 每个人都不知道 失踪 diye 百分之宗 伯父… 這個… 神啊, 愛我們的神啊 耶和華, 愛我們的神啊 主要我們以香港人的身分 來為香港來祷告 主要是香港要來投靠你 香港不再在人手上 去到去行所有的事情 卻願意投靠你 主要我們香港人的心 願意來歸向你 主啊, 求你幫助我們香港 不再用我們自己的決氣來爭取 祂願意展望神啊 祂的祝福能夠 主啊, 我們期待你 耶和華, 還我的神啊 香港投靠你 求你救香港脫離一切追趕香港的人 將香港救不出來 讓我們脫離這個經濟的險惡 讓我們脫離這個COVID-19疫情的侵害 主啊, 將香港救拔出來 主啊, 聽我們每一個的討告 討告奉求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義 主啊, 感謝神 耶和華是向眾民施行審判的神 耶和華是公義的審判者 我們有這位神, 我們的心做得安慰 我們要領受這個安慰 我們要仰望這位公義的神 我們活出這個盼望 我們活出這個能力 因為知道神是叫人反敗為勝的神 神是以公義審判的神 會宣告無辜者是無罪 而懲治罪惡的神 因為我們有這位神 我們就可以有能力 因為我們有這位神 我們就可以有盼望 我們來領受祝福 主有你真好 主有你真好 主我們來認定你 奉耶穌基督得名宣告 祝你認識我們每一個 你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你察驗人的心腸肺腑 祝我們今天就領受這個安慰 領受這個安慰 我們不是含冤莫白 我們有公義的神認識我 我們的心得安慰 我們的心得安穩 因為一切都在神的掌權當中 我們再次將自己投靠神的時候 奉耶穌基督去宣告 我們必得著盼望 得著能力 得回公道 奉耶穌基督去祝福我們每一個 都走在神的光裡面 走在神公義純正的裡面 走在神的能力的裡面 由我們一生都能夠見證 我們的神是公義的神 是活的神 是當中慈愛的神 是保護人的神 是我們的盾牌 奉耶穌基督祝福我們每一個 都能夠恩著神是我們的盾牌 有保護 有能力 有盼望 奉耶穌基督祝福大家 Amen 感謝主,我們神討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